今天是6月27日, 上年期的第十三主日 今天教会来的读经, 读经一就是智慧篇 就是讲及因为魔鬼的疾导死亡才进入世界 而读经二就是格林多人后书, 反而带出另一个主题 因为天父对我们慷慨, 耶稣救赎我们 所以我们的富裕已经弥补了我们的缺乏 而福音是马尔谷福音的第五章, 耶稣连续行两个奇迹 一个治愈了一个12年的血流病的妇人 亦复活了一个回堂长的女儿 当我今天看今天教会例日读经的时候 其实是在《比智慧篇》的几个字吸引我的 就是《与魔鬼结缘》 这里讲的就是只有与魔鬼结缘的人才经历死亡 所以这几个字眼特别吸引我 就是有一个图像就是我们 是很可怕的, 如果被魔鬼所纏扰 甚至乎和他走在一起 到最后就会走向死亡 而魔鬼是什么呢? 魔鬼好像很抽象, 不过实际上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当我们其实内心经历了一份不自由 慢慢慢慢好像不太觉不太觉 内心有一些仇恨, 一些冲突, 一些报复的时候 这就是魔鬼渐渐进入自己内心的时候 所以这个魔鬼结缘的人就是可能指 当我们的内心如果被仇恨 被一些冲突所影响 让我们的心灵不平安 很忧虑 甚至乎懷着一种怨恨, 报复 这就是魔鬼进入我们的内心 所以这里最后就是我们会经历死亡 所以这里我特别被魔鬼的所谓誘惑所被吸引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陈世 在我们世俗生活之中都 都时常有这份经验 因为我们内心时常有一份 就是一份不自由 就是我们会责导别人, 觉得自己不好 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 觉得自己不被爱 因而有很多怨恨 有很多愁恨 有很多愁恨 有很多不满 有很多报复 甚至乎有很多争端 有很多争端 有很多战争 有很多斗争 这都是魔鬼去 去固惑我们人的内心 让我们走向死亡 不过这里又看到 就是格林多人后书 这里又给我们有一份很大的安慰 因为藉着耶稣的保随 我们是可以藉着主的爱情 我们是可以一切都可以超群出众 无论我们爱德、慈善方面 我们去关怀 各方面我们有了基督的一种救赎 我们是可以变成富裕 是可以弥补了基督的富裕 是可以弥补了基督的富裕 给了这份富裕 可以弥补我们人的缺乏 这里就去到要有些信德正义 今天为福音所说 耶稣甚至可以复活生命 就是会堂长的女儿十二岁 为耶稣基督 他就是生命 不死不灭 为他来说 人的灵魂就是不死不灭 而他就是体会到这一点 他是能够贯穿到人的一种永恒的生命 耶稣也说了 他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既然耶稣是生命 我们要有这份信德 就是说到这里 就是因为今天就是在长洲思维政院 都参加了黎萨 都听到周守仁慎 都为我们主持黎萨 我都为他也有些感动 他分享了现在香港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因为香港的情景 这两年的香港的环境突变 很多人都移民 因为疫情好 因为政治各方面的原因 有些人移民 有些人留下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不过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就是要活出那份正气 他那份正气 周神虎那份正气 就是让我肯祈祷到 我都带出我自己有一份 就是每个基督徒 每个基督徒 每个基督徒本来都有这份正气 但是 除了这份正气 我都每个基督徒都 都是跟随基督 要跟随基督的意思 为我来说 就是可以放下自己 捨弃自己 就是摆脱了 就是遇魔鬼结束 这个基督徒 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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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恕的 是可以 好像耶稣那样 有十字架那份牺牲 这里是一份很大的爱 这里就是耶稣最终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最后 就是这份榜样 不过周神父给我们一份 我们活出这份正气 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境况 我们作为基督徒 可能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人 都可能有这份慈悲 有这份向善的心 不过作为基督徒 我们就是 尤其是领受了圣体 我们变成基督 我们变成耶稣 我们其实就有这份正气 有一份正义 无论我们移民 无论我们香港 在什么惡劣的环境之下 其实我们都可以活出这份正义 会出这份爱 会出这份正义 会出这份爱 这里 这里是每一个人的 藉着基督的救赎给我们的一份恩典 只要我们不要被魔鬼所诱惑 走到一个地步 魔鬼结缘 让我们内心有很多仇恨 有很多纷争 有很多分裂 我们不随着魔鬼的意愿 我们反而是 站在耶稣的旗次下 我们朝向一份共荣 有一份正气 有一份爱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多一些正的能量 这些能量可能会积聚 当这些能量积聚的时间 主可能会有些办法 因为到最后一个人可能改变不了什么 不过当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基督 祂就是生命 祂就是道路 祂就是真理 我们这一份正的能量 这一份爱 这一份关怀 这一份慈悲 其实 越来越多人可以活出耶稣这一份品质 这个视野的话 这个世界就可能有些变化 我们不知道这一天是什么时候来到 不过这里是不是我们 就是一份对主的一份信德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耶稣基督的一个追随者 我们都做回自己所可以做的 活出多一点的正气 活出多一点的正义 活出多一点的慈悲 活出多一点的爱 多一份宽恕 多一份了解 多一份沟通 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美好一些 到了某一天 当这个世界有所转变的时候 这里就正如保禄所说 就是这个富裕 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富裕 就可以弥补一些其他人的不足 其他人的缺乏 这里都回敬了 好像加南多人后书都有一句说 以前的经文说 多收的没有盛余 少收的也没有不足 这个就是一个大同的世界 我相信这个都是天主所愿意 见到的一个景象 都是一个乐园的景象 每一个基督徒 是不是都可以将这份天国在人间 这份景象活出来 好了 今天的祈祷 今天的邀请 看到就是 让我们去摆脱魔鬼 求主帮我们 帮我们 事常帮我们去摆脱魔鬼的一种前妖 反而事常是团聚在基督的旗次之下 让我们能够完全相信基督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让我们有这份能力和这份勇气 跟随基督 每一天活出一份静气 一份慈悲 一份爱 让周围的人都给我们这份富裕 可以感染到 让这个世界可以得到一些改变 让其他人看到基督徒 能够带出这份共用 带出这份户爱和这份宽恕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